9 郎伯父 3 郎伯父 3 郎伯父 來 郎伯父 上 好 郎伯父 上 郎伯父 看麥 嗨 嗨 予萊 傑克好 小郭寶好 來 那個 郭寶訪問 安安幾歲 哪裡人 30多歲內蒙人 好 30多歲內蒙的郎伯 好 來 郎伯父 你想說什麼 我就主要聊一下中国足球的未来 刚才上一个小孩已经把一些事情都已经说出来了 其实包括海外留学生说出来了 其实这个真相 中国足球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这个真相就很简单 就是有一帮 中国有那么一帮 什么也不懂 狗屁不懂的 宠阳媚外的人把中国的足球坑到今天 宠阳媚外 为什么最早 我问你 中国足球除了中国男足以外 中国所有的运动 有没有在亚洲比较次的 什么意思 中国所有的运动有没有在亚洲比较次的 主流运动了 主流运动有没有一项在亚洲比较次的 棒球算吗 这个我没有参加 这说完中国没有参加这个属于 压根都没有 就是有参与的活动 然后属于比较次的 有参与的活动的 有关注的活动 你可以看到中国没有相似的 在亚洲是不是 因为你的案 咱们不看人种嘛 第一点人种接近的情况下 那就是说白了这个技术水平 一个训练水平 人才选拔 影响你的成绩 对不对 那么 为什么 只有中国足球 中国足球满足了一个什么 比如说中国足球到底满足了一个什么样的奇怪条件 导致他没中国其他的项目都没有出现问题 只有中国足球出现了 只有一点 我发现了他只有一点 是过早的商业化 过早的商业化 对 是他过早的商业化了 中国其他现在也有些商业化 你羽毛球乒乓球还有篮球 他也商业化了 是 但是是什么时候商业化 是中国已经打出成绩以后 他才商业化 而当时中国足球 在一开始90年代的时候 中国足球虽然 他的水平只能说是一般 但是在90年代以前的中国足球水平 跟日韩之间较量 是互有胜负的一个水平 对 90年代的时候 实际上是整体的亚洲的水平都不行的 是 因为很简单 因为90年代说完了 你发达国家很早就开始经营运动 人家的俱乐部也经营的早 人家培养体系 包括各方面人就比你发扬早 所以当时90年代到日韩 是基本同时进行俱乐部 那为什么日本成功了 那我问你个问题 日本在90年代人已经是发达国家了 中国在90年代什么水平 我们说白了说句不好听 刚把鞋穿上 刚把裤子积 刚把裤子积好 是 这个水平 所以就是中国足球知识 惨到今天 是在当时有一帮不动脑子的人 就是 统阳媚外认为 我就应该向国外学 西方很早早的搞的 搞的这个商业化 那么我也去学 对吧 他以为商业化是 解决中国足球水平的问题 出路 这是根本的本末倒置 这个前提是人家已经把足球踢得很好了 而且在社会里已经形成了这个足球的文化 他才进行的商业化 而中国就把在最关键的时期 中国最应该开始把足球成绩提高的时候 他选择了一个臭的棋 就是中国足球商业化 为什么非常的烦 这部棋走的非常的臭 因为你九十年代中国人都他妈穿不起裤 就刚刚能穿得起裤子的时候 他有几个钱去买票 所以他足球风气还没培养起来 是吧 那个时代的中国足球风气并没有培养起来 而且本身他那个时候成立的俱乐部呢 你相信你收取文票 你想形成欧美或者日韩那种 因为人家本身已经是发达国家 欧洲已经是发达国家的情况下 能够形成正循环的这种商业化 人家是可以正循环的 但是中国上了一个负循环 那俱乐部一接手的时候 开始光整个比赛 整个比赛 到处烂凑票 没人看 没人看那票怎么办 分给机关单位 机关单位的人到那里傻的喝的去 到现场住场 谁买你的票 哦是这样哦 哦 对 那这样没办法 那俱乐部想存活下来怎么办 嗯 前面那个小孩说的对了 哎 玩什么 玩潜规则挣钱 哦 这个世界是自然循环 有两个方向循环方向 一个是正循环 正向的正循环 我赚的钱越多 我想投资球员越好 我在这个项目中越做越好 嗯 第二种是负循环 嗯 负循环就是我挣的钱越来越少 我没办法 我必须往那种阴暗黑暗的方向去捞钱 嗯嗯嗯 割自己球员的韭菜 哎 对 割自己球员的韭菜 然后割这个赌球人的韭菜 割全中国人民的韭菜 全中国人的韭菜 嗯 所以这是一个正循环 一个负循环 那个呃一个 就是说出现两种完全截然不同的效果 嗯 所以 有人说这个中国足球有没有机会 有没有希望 中国足球当然有希望 哎 中国足球只要做到一点 把中国现在的 立刻把中国所有的俱乐部全部干掉 这样的球运 一定要让他立刻停止 然后暂时的 我说的暂时不是永久的 嗯 暂时的 把权力全部收归国有 嗯 把现在的中国足球的人 个儿不留全部换掉 哎呦 换一帮什么 换一帮什么 只看成绩的官员就可以 嗯 那可以在 一年之内 两年之内就可以提出亚洲 哎呦 十年之内 世界杯前四强 没有任何问题 哎呦 真的哦 对我可以告诉你 因为 你这么有信心 十年内世界杯前四强 嗯 因为你可以看到足球这东西跟篮球不一样 哼 足球这东西靠的是什么 哼 天赋 哼 训练 默契 哼 这三项 哼 而中国人的这个体格 说实在的 就是说 呃 他的唯一的 呃 烈士 就是说我们的体格没有那么重 哼 对不对 哼 中国人体格没有那么重 但恰恰足球其实不需要赌照 你看梅西他很重吗 哼 你看阿根廷队跟那个 跟那个荷兰队 打的时候 那那么荷兰队都比阿根廷队高两头 是是他们就定位球嘛 高调嘛 这样子真的那个阿根廷吃亏很多 对对对对对 但是他他最后这个战术真的 呃 就是很有用啊 对 是很有用 但他最后是不是打不过阿根廷 是是打不过 嗯 是 对 现在的问题就是 只要现在中国立刻放弃掉俱乐部制 嘿 立刻用原来最笨的方法去选拔全中国的这个 领尖的球员 由国家去选拔 嘿 没有任何的商业参与 嘿 中国足球立刻就会崛起 这个会非常短 哇 那么超乎任何人的预料 因为这个事件实际上重演过 哦 是谁呢 是中国女了 女排 中国女排 嘿 嘿对 中国女排在2008年输给美国 是郎平带的对 嘿 知道吗 嘿 郎平回到中国之后 他就有一个命令 把现在的这个运动员刷掉 我要从全中国重新选拔一帮女排 是 重新选拔之后 立刻中国的这个女排就崛起了 哦 中国是不会缺运动人才的 中国运动人才简直就是多如牛猫 数不胜数 根本就数不过来 你我 别人说那中国选不出梅西那样的 是吧 嘿 那我 我说一报庭 我说我选不出11个梅西 但我能选出11个C罗 哎呦 哎呦 中国因为14亿人口 哎呦 14亿人口 你觉得能选出11个C罗来 哎呦 真的哦 哎呦 中国绝对不值任何的体育天才 这样四强就有机会 哎呦 我说实话 如果现在中国把这个 把这个举论去掉 就是国家应选 就是应选 捧大力审美 三界之内 捧大力审美都不是什么问题 因为实际上 三界之内捧大力审美 中国真的 哎呦 因为我见过 因为我亲眼见过 从小我一起踢球的人 有类似于 C罗以及梅西那样水平的人 就在我身边 而且他就 哎呦 中国的球队直接给刷起来 因为身高 哎怎么可以这样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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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特别好的一朋友 我们小时候一起踢球 那时候我们十几岁的时候 我们十几孩子 为了一个人踢 真的就碰不到的球 他一个人 细刷我们十几个孩 OK 真的就是 就是你看到那个 纪录片里 就是梅西的那种水平 他真的有这种人 OK 结果这个人后来还真的进入了咱们国家的这个俱乐部 嗯嗯 然后就是因为他妈的身高被刷掉了 哎呀哎呀 真的是 因为当时的中国突然间引入说要就是跟德国吗 嗯 但是说那个当时是第几届的时候说德国得过了 所以当时的 哦 德国体系啊 高个 哎呀高个 哎对 当时觉得 哎中国人平时身高得亚洲最高啊 应该最应该选那个高个 结果他就直接就他妈被刷掉了 哎呀 真可惜哦 哎 知道吗 我这是我身边的那个 我非常清楚这个孩子踢的有多好 中国梅西就这样被埋没了 真的是 哎 这就是因为身高 就是因为身高 真的 嗯 没有什么说的 嘿嘿 不是呀 我可以 而且这种人在中国太多了 嘿 中国会踢球的孩子特别多 中国有很多像这种梅西等级的孩子哦 不能说有很多 嗯 但是我见过就是他特别小的时候就这么强的球的控制天赋 哦 OK 而且呢 现在呢 呃 我是参与到我们我儿子的这个学校的足球的培训里头 嘿嘿 我是给他们搬当那个教练 嘿 然后 是免费的啊 就是 然后我也看到这个学校里的孩子的足球水平 嗯 非常的好 嗯 嗯 嗯 仅仅中国一个特别偏远地区的一个小学生 他的水平都能这么好 哎呦 如果你放大到全中国14亿 我不敢想中国到下面到底埋了多少天才 哎呀 真的踢的都非常的好 对吗 嗯 他那个脚的力量啊 小学二年级 嘿 他射门的那个力量就光有那个射门的力量 知道吗 嘿 你听着像个 你听着像个20岁的人是射出来的 现在 几岁 他20岁 几岁 他在中场一脚射门 当时我带了一帮 当时我带了一帮他们是二年级 二年级小孩 那也就是 二年级小孩 就是这样 踢的像20岁的脚力 哎呦 那个 然后 那个我只在足球小 我带他们训练你知道吗 我就听 听到我身后 咕嗡 哎呦 我说卧槽 谁哪个大人踢这么 我以为都是傻了 一个小孩 他那个是中国版大空翼 才这样 大空翼 也是国小就踢的 就是我 我真的都惊呆了 哎呦 我说真的从足球中场的位置 一咬射门 哇操 足球没什么 哇 那那不就是雷兽射门吗 天呐 那孩子我目测啊 我目测 他应该 他的身高稍微高了点 但我目测应该不超过小学五年级 哦 那是四五年级那样 OK 所以真的是 真的是很多这种奇才啦 中国天才 是有的 中国是绝对绝对有的 只要是不要让他用商业选拔 嘿嘿嘿 就是让他用国家的 就是按他成绩来选拔 中国绝对有的是的天才 哦 OK 特别的多 哦 所以中国足球绝对的有希望 好 说实话 中国中国人的身高 就起码是北方人的身高 基本就是雄贯亚洲吧 是是是是 这个体格体重反应速度 我们从中国其他的体育项目来看 对吧 乒乓球羽毛球篮球 篮球虽然说在亚洲排不上第一啊 但是日韩强吧 是是是是是 对不对 其他任何项目 你都挑不出中国队的什么 是就就就不行的地方 只有中国男足 只有他妈中国男足是这个德行 哇 中国不是没有天才 对所以天天随上的 听你这个方方法改革 搞不好真的有期望啊 中国人才这么多 对不对哦 对啊 而且现在呢 这个是现在其实就在往这个方向去改 但是国家没有下那个狠劲 彻底消灭掉这个俱乐部 哦 OKOK 那还没有彻底下这个狠劲 就消灭俱乐部 但是我估计 呃 应该有可能 真的有可能 就是因为这个问题 实际上 绝大多数人都已经察觉出来了 嘿嘿 如果真的能够这样做 哇 那真的 嘿 哦 十一个 十一个西罗 只日可待 我操 哦 对对对 这我这绝对是相信的 好好 中国人的体格它不是太高 我跟你说如果太高了也不行 嗯 太矮了也不行 是是是 中国因为有56个民族 它的这个身高很均衡 嗯 就是我们的这个血统嘛 就是说 这个汉族的血统实际上非常混杂的 也很优秀 嗯 不像什么地区的 日韩它的血统非常单纯 嗯 中国汉族或者中国人的血统是非常混杂 好 吸收了很多的这个优良的基因 嗯 嗯 对这个其实亚洲中国其他的这个 二方面项目 其实拿看你一个世界杯其实并不奇怪 还有一点最重要的是 一个世界杯不不奇怪了 怎么也该赢一个对不对 嗯 并不奇怪 因为现在最强的球队不是世界杯上球队 嘿 因为现在世界杯上最现在世界最强的球队 是俱乐部球队 对对对对对 没错没错 哎 什么什么黄马巴萨那些 对对实际上呢 你现在好现在的这个阿根廷队给的抽出来 你去踢一个西甲的二线球队 我跟你说未必能提的过 哎 你你你你讲可能假假假的哦 好 ok 应该对对对那因为他们可能默契什么那些 对对对 如果是假机的 对对对所以为什么我说如果说中国队出一个这种 几年的时间一起在一直一起一直训练的 他的身体素质非常的好 完全达标人的天赋也足够啊 然后他们之间的默契足够的情况下 嗯 未必 不比你现在的这个 现在的这个其他国家的国家最强 真的 我我光我光想到那个从中场就把球给踢进球门的那个孩子 我心里就热血沸腾了 嗯 太厉害了 真的是有这种天才的 我说实话 我是完全惊叹了 赶快把他挖出来啊 真的是日向小吃了 但是这样的孩子我估计中国不在少数 哇靠那还得了 哦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小的 我是一个小县城 嘿 这样的孩子 嘿 全中国范围内有多少个天才的 的力量啊 什么这个控球方面各方面好的孩子 这个不奇怪的 是是是 真的不行 所以赶快改革吧 哦 中国捧起大力神碑 不是不可能啦 但是哈不消灭俱乐部 嘿 但是不消灭俱乐部 你想都不要想 是是是 这帮人已经盘梗错节了 把整个中国的选拔体制 他其实最可怕的 是把中国的选拔体制 以及竞争体制彻底的给毁掉了 是是 没有 现在中国没有竞争体制 也没有选拔体制 是 啊 就是完全就是说你听我俱乐部老胆的话 嗯 你进来我让你他妈怎么踢 你就怎么踢 我今天让你踢球 你赢你就赢 我让你输 你就给我输 你要赶给我赢了 对不起 你就给我做冷板凳 对对对 都是这个俱乐部真的是毒瘤 哎哎 我让你做冷板凳 两年你就给我退役了 滚蛋了 对对对哎 因为俱乐部老板的利益心里很清楚 是 如果你不敢违抗俱乐部老板的利益 你怎么能把自己风格踢出来 对对 你的水平也根本踢不下 所以整个球队都是这种风气 所以为什么中国组织现在是这个狗独的呀 所以为什么说前两天突然出现了中国一个县级的球队 能把中国国安踢到踢垮 对刚刚那个来宾讲的那个对 对啊就那个就那么一个县级球队啊 因为我自己我还养过一个县级球队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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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但费用没有多少 哎呦我那个我我也拿过两次这个就我们县内的这个这个这个冠金 一个小人哎呦哎呦 狼哥也是足球中人哎 我特别热爱足球 特别热爱足球 我当年的大学的体育老师就是第一次带中国队 故障然后赢了日本的那个那个足球教练 哇他当时看着我那个速度特别快 然后他就想让我进我大球的校队 是后来因为什么原因就没进 但是那个老头当时给我拿出来 他那个 70年代在日本拿回来那么一个笔记本 哎 他们还记着还记着他当时 就是他记还记着他当时在日本的时候 怎么知道就中国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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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足球运动员怎么提日本队 是是 就是中国还是有那么一帮人是信仰中国足球能够走出走出世界的 哎有那么一帮人 但是真的就完全被他妈这个商业化就彻底破坏掉 是是 让中国足球走出去就只有一点杀掉商业化 好了解哦 赶快让整个国家体系来介入吧哦 十十年就四强哦 三界大力神杯哦 你继续看 你只要让中国进入到八强 哎 中国就只要能够用国家的形式进入到八强 哎 那么这个时候你在商业化他就形成正面效应了 对文化就起来了 就应该相信中国足球有希望了 对风气起来了 这些人又开始去真正的买票去看足球了 是 这样你的俱乐部还能才能进入到正循环 是是是 所以你现在最重要的对于中国足球来说就是拿出成绩杀掉商业拿出成绩然后再说以后的 是是好 中国不缺运动天堂 绝对不缺 好好来 我真的是拭目以待希望中国好好改革足球啊 好希望这个中国能够同起大力神杯啊 听狼哥讲的我都热血费的 好好谢谢狼哥啊 谢谢你的分享啊 好好好 okokok好好好拜拜拜拜 好耶好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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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热血啊 真的 11个C罗 哇操 这个这个这个球队也太强了 来 我先谢谢 海外有学生 你要说我要谢谢资富宝 董内 干 来 先让我谢谢资富宝 来 这个 强啊 谢谢强啊 中国注册球员5万人 韩国注册球员35万人 好 来 君啊 哎 这个 你也说了 国足就一句 王之北定中元日 家寄无望告乃 哦 好